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女性每个月的出血量 大约在50ml 约是半瓶养乐多的量 如果出血量超过80ml 就算过量 也就是所谓的经血过多 甚至有些女性 一个周期的出血量 超过了一瓶可乐 那几乎是每个月都在捐血 长期下来 就有可能造成慢性的贫血 产生头晕 苍白 走路一喘或心悸等症状 那到底要怎么确切地知道 自己的经血量呢 难道是拿量杯来测量吗 其实随着现代女性 生理用品的多元化 旌旗可使用的产品 包括卫生棉 卫生棉条 月亮杯 月亮库等用品 使用月亮杯 是最简单的测量方式 因为大部分的月亮杯 都是有刻度的 所以可以很精确地 告诉妇产科医师 我上个月来了98ml 但是不敢使用月亮杯的女生 也可以用简单的换算方式 估算自己的旌旗出血量 2020年发表在BMC 女性健康杂志的一篇 系统性文献回顾显示 经血滴落马桶 如果发现马桶水全红 大约是5ml 血块大小超过5个 10元硬币体积 也大约是5ml 如果使用夜用型的 卫生棉或卫生棉条 完全湿透的血量 大约是12到15ml 所以一天更换超过6次 也就是每4个小时内 更换一次 就符合筋血过多的定义 是不是很简单的推算方式呢 而且这个检测方法的敏感度 约在82到86% 特异性约在88到92% 是相对准确又简单的方法 其实筋血量会因人而异 每个月的状况 也会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有所不同 筋血中如果有小血块 也不必太过紧张 但如果发现 有持续性的筋血量过多 或是出现大血块 建议到妇产科接受检查 排除子宫肌瘤 子宫肌腺症等病理性的因素 避免影响日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